香酥美味的凤梨酥 经过Tina乐活厨房老师 为学员量身设计 只要掌握几个重点 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轻松完成 全部都是采用无毒的食材制作 在饼皮的部分 要准备无水奶油 蜂糖浆 海盐 蛋黄 全蛋 鲜奶 米骨粉和高筋面粉 馅料的部分要准备凤梨 腰果 玄米油 接着就开始来制作了 外面虽然现在很多是土凤梨 有的是用冬瓜酱下去熬的 那我从头到尾都自己做 那我要让你吃起来比较口感的时候 我里面多加了腰果 那我腰果有烤过 那是纯粹的凤梨切丝 切完丝以后呢 我直接用锅子下去 把它炒成凤梨酱 我没有加糯米粉 所以非常的好吃 我把凤梨切好了以后 我放在这边先煮 煮滚了 再煮差不多一个小时 那煮一个小时呢 它都干了 我们再把麦芽加进来 差不多熬一个半小时 你熬好的就是拿330公克 50公克的腰果末 我用芽芯锅有烤过 那我们就放进来 再来呢 我们加一大匙的玄米油 好 这样好了以后呢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正方形 所以我的内馅呢 我要分25公克 那量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酸一酸 我就是把 补水奶油 牛奶 蜂糖浆 一点点的海盐 都可以量在这里 那我们就直接 加一颗蛋黄 一颗全蛋 好 接下来就用它 请认真地把它搅匀拌匀 这个很重要 全部都是同方向 最懒的地方只有这里 你就一直拌拌拌 拌到最后会很绵密 会很像奶昔 这样就成功了 接下来呢 这里有我们的白米骨粉 我今天把低筋面粉 改用白米骨粉 但是我还是要有口感 所以里面有加一点点的高筋面粉 好 这把它加进来 你就用脚拌棒也可以 你要用手也可以 就看你 用压的哦 亲爱的同学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皮呢 就来分35公克一个 一定要量好量准 好 35公克 又跟手一样 量好了 用盐了以后就压这样 就拿一颗起来 慢慢的推上来 你要平均 就这样 就把它一样 用盐 你要在手上压也可以 因为我的饼皮真的很好做 你就可以这样子压 就是四脚弦全部都出来了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轻轻的 这样就好了 三分钟到了 我们就翻面在三分钟 四面再烤八分钟 一面烤两分这样 就把它晃凉 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装起来 好 这就是今天教你们凤梨酥亲爱的同学 完成了 我晃凉了 请大家吃 漂亮 香很好吃 由于厨艺老师教学使用的是特殊多功能锅具 观众朋友在家里 其实也可以使用烤箱来制作 你的凤梨 它如果汁比较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沥网 先把它的汁沥一些起来 我们再下来煮 当你煮的时候 它又会融结 那个汁又会跑出来 你可以再摇一些出来 但是你不能把它摇得太干净 摇得太干净 它的酱会不好吃 Tina老师表示 由于馅料是用新鲜有机凤梨制作 在煮馅料的过程中 会过滤捞出许多凤梨汁 把它放凉之后 就是好喝的果汁 而凤梨果皮也可以煮成凤梨茶 健康又消暑 完全都不会浪费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